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看这一页PET先从这个has方法开始 has方法其实很简单 简单到什么地步呢 简单到这里我们直接调用了这个object类型 items是什么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定义的items等于这个 一个对象对不对 然后直接调用了对象object类型 我最近写 当时总写反对吧 ect.prototype.prototype.什么方法呢 has on property 这个方法大家看起来可能瞬间有点头疼 对吧 因为我当初很久之前我开始学的时候 我也感到头疼 为什么 因为它看起来非常不友好 对不对 OK 咱们先把这个方法给解读一下 第一个has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对吧 有吗 有 是什么 有什么吗 对吧 所以这个意思有什么吗 on呢 own 这是自己的 自己的 这什么意思呢 属性 OK 好像这样看就简单了 然后整句话拼起来什么意思 有 然后 自己的属性 妈 然后呢 传这个value进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些 有些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了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能不能这样 直接returnitems 然后对吧 value 能不能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 对象里面的元素 对吧 其实不 呃 无所谓存在不存在的 那么你这样呢 可以直接去访问它 因为不存在呢 返回的应该也是antify 对不对 也是antify 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啊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 咱们的这个对象 的原型里面存在 这个属性 或者方法 总是存在这个key的话 也是会返回的 懂意思吧 就说我们不希望 啊 当然这个原型可能 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理解啊 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咱们在正式课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重点讲解的一个地方 但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 在讲的话就是 又开门新课了 对不对 就没有必要讲了 总之你知道 嗯 比如说 这么理解吧 这么理解 比如说你对吧 还有呢 这个你爸爸 蓝色你爸爸 然后呢 别人在问你 问你说 你有女朋友吗 对不对 你当然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有或者没有 或者说你没有 对不对 就这么两种情况 但是 如果在JS里面呢 他可能会 程序可能会这么干 他能会 继续问你爸爸说 你有女朋友吗 然后你爸爸就很奇怪 我肯定有 我有老婆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就错了 因为你是不行 因为你要知道是你这个家伙有没有女朋友 别人想给你相亲对不对 不是给你爸爸相亲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 JS这个证明语言呢 继续去向你的父辈去访问这个属性 或者访问这个方法 对吧 不希望你再向你爸爸问有没有女朋友 到你这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直接这么写的话呢 那么JS呢 他会继续的去检查他的原型 继续去检查他的原型有没有这样的属性跟方法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有可能会报错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object类型呢 无论什么类型 但object类型呢 是自带了一些属性的方法 OK 所以说严谨来说 咱们应该写这个方法 has on property value 这时候才是说 有你自己的属性吗 而不是说有你爸爸 有你爸爸的属性吗 或者什么对吧 而是你自己的属性 所以咱们这里需要注意 使用has on property 这样的方法 去得到这个结果 OK 好了 这个应该稍微简单一点 咱们把代码先跑起来 对吧 OK先把这个链表这个注释掉 有点过早对吧 咱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什么呢 嗯 这个叫集合 对吧 集合.js 要呢在页面里面 记得引入一下这个文件 集合.js OK 接下来 啊习惯了习惯了 OK接下来我们实现这个set这个结构 哇 set 我们先叫set2吧 set2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跟咱们原生es6里面的这个set类去混淆 OK 咱们es6里面有个set类对吧 所以呢不要混淆 咱们叫set2 OK 然后实现的基础 一个对象items 对吧 一个对象 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啊 啊 该该我们说的一个 嗯 tath方法 对吧 检查 呃 元素 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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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呢返回一个不恶心的结果 return b 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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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his.has 然后呢 传入一个value 传入这个value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呢 咱们要return了 调用什么 items 自带的 has on property 当然这个方法呢 有点 难打 而且这里居然很奇怪 没有代码提示 而且我换了一个主题 对吧 这个希望大家 不要在意啊 因为我有时候换个颜色看一下 然后我们 咱们 只能这么干了 对吧 咱们 打开浏览器 object 对吧 然后呢 这是它的构造器 点property 去自己找下这个方法 叫什么呢 has on property ok 把这个方法给复制粘贴一下 然后呢 把这value传进去 好吧 咱们第一个方法就这么完成了 但是呢 现在试不了 因为里面咱们还没有写添加方法 对吧 ok 咱们来写下添加方法 add 对吧 添加元素 别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集合 是不重复的 懂意思吧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this.add function 对吧 添加一个值 这个值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步 检查这个元素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就不要添加了 咱们看一下代码的示范啊 咱们在这里 有一个示范代码 首先应该怎么办 先检查 this.hasvalue 如果我返回是true 应该怎么办 true 我自己写这个东西 对吧 我换个 如果返回是true 怎么办 是可以添加吗 不能添加 那如果返回是force呢 是可以添加 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说 继续反过来说 就是说我们非true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可以添加的 非force呢 是不能添加的 因为非force是true 对不对 就把这个反了一下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添加了这个非这个符号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 对不对 没有的时候就可以添加 ok 好了 那如果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咱们就return一个force回去就好了 对吧 returnforce表示呢 你没有添加成功 然后呢 如果添加成功的话 就return 把这个值 返回回去 ok 这是这个主要的逻辑的一些表示 当然呢 如果你这一段代码又看不太懂的话 待会我演示的时候 我会写另外一种代码给大家看 好 咱们来演示一下 this点 啊 说了哈 兴奋了 this点 has has a value 对吧 咱们前面前面不加那个非 怕大家理解不了 所以说 咱们就从直观的理解 返回true的时候执行 返回true的时候执行这 对不对 执行这时候怎么样 就是说存在了 对吧 else呢 说明返回的是 false 这是什么 不存在 ok 那么它存在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 它存在的时候 我们添加吗 不添加 return false 然后不存在的时候怎么办 添加呗 对吧 添加items value 等于value 当然这点 可能有些同学就不太理解了 会说 呃 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因为有些 有些 有些同学它的基础是比较薄弱 对不对 然后最后 luten一下value 对吧 反正不是false就添加成功了 ok 就那么应该能看懂吧 检查是否存在 对吧 如果是true 反正是true是不是表示存在 表示存在 那咱们就lutenfalse ok 咱们现在这样 加个取反 是不是他们两个就完全相反了 对吧 因为相当于把结构取了个反 所以上下来的表达式应该是放在相反的位置 放在相反的位置 那么放相反的位置之后 这个要锁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删除掉 就成了刚才那个代码 就说我们加这个非呢 就是一种习惯的 你可以如果你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像刚才那样 这样的逻辑呢更加的正向一点吧 更加正向一点 这样的也是一个好事 也是一个好的习惯 好 那咱们添加方法就这么完成了 接下来这行代码18行代码是我重点要讲的一个代码 因为有些同学是不知道这个的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itemsvalue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推一下对吧 如果我们传进了value等于3会怎么样 相当于怎么样 这样这行代码相当于什么意思 相当于items3等于3 那items3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items3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就是对象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它对象的两种访问模式 一种叫什么 一种叫方括号语法 这个输入法 这输入法有点勾呛 方括号语法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点语法 点语法大家会很习惯 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这里 来个例子 book 书 ok 然后呢 nam叫什么呢 叫做 呃 那小子真帅对吧 这是一个骨灰级的那种 呃情绪小说 然后呢 咱们的书 有个名字 叫做那小子真帅 这个大家 啊 不论是用起来还是理解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ok 但是它有另外一种访问的模式 这种是叫点语法 好吧 这叫点语法 就点语法 然后呢 这叫方括号语法 nam 注意啊 要加引号 加引号 表示里面是自负串的那些 ok 访问到结构是什么 是那小子真帅 ok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然后 接下来咱们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另外一种情况 我挖一个变量对吧 挖一个变量 key 键 ok 等于nam 一个自负串的nam 好吧 如果我们再区别一下啊 如果我用点语法book 还能访问到 能用到key这个变量吗 应该这么说对吧 我能这么写吗 点key 这什么意思 这是直接访问book这个对象的key的这个键 有key这个键吗 没有 所以访问结果是什么 是undify 但是 我们如果这样 用方括号语法里面写key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意思 book key实际的指什么 是name 对吧 他们俩是等价的 看到没 所以说 点语法 有个缺点是什么 点语法的缺点 我给大家再表一下 点语法缺点是 最后面这个键不能使用变量 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 只能是 对象名 啊 对象的 key 名 ok 那么我们发现 那这个方括号语法呢 里面是不是可以是变量 是不是可以是变量 变量是可以get 对吧 那么对象名呢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呢 对象名要用这个引号引起来 表示是个字符串联系 对吧 所以 我们这个items 3 等于3 没问题吧 但是他 value等于value 没问题吧 value等于value 没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value 可以是一个变量 变量 这个变量值是什么 是3 然后呢这个也是变量是3 就是item的3等于3 ok 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或者说我再举个例子吧 有些人可能说这不是一个宿主的语法吗 其实这是对象的语法 3等于3 我们看一下不可会什么变化 是不是有了一个键叫3 值也可以3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itemsvalue等于value ok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是删除移除对吧 应该说移除元素 这个呢 因为我说叫delete不好 咱们叫remove ok this.remove等于一个function 然后呢传入一个value 然后还是同样啊 要判断if this.has 看什么hasvalue 如果存在的话怎么办 存在的话删除 如果不存在呢 else 如果不存在怎么办 就不用管呗 对吧 不用管直接怎么样 return一个 return一个now就好了 return一个没有 对吧 那删除记住不是删除啊 应该说拿出来用 对吧 拿出来用 记得一定要return ok 一定要return return什么 itemsvalue 对不对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items 它的 你可能说 诶这不是取它的值出来吗 对吧 这不是取它的值出来吗 这个 是取值 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 对吧 是我的错 我们忘了把它删除了 删除怎么删除呢 啊 这里我怎么放那么多错 这个pt 大家先不用在意啊 remove 删除的语法怎么写 大家可能说以前没有试过这一点 去删除对象的某个属性 对吧 这里是一个例子 这行代码 deleteitemsvalue 就是说把items这一项value 对吧 这一项给删除掉 然后呢它就没有了 ok 我们去试一下这个例子吧 还是刚才咱们红楼梦靠谱 对吧 红楼梦试一下 ok book 应该说这样 deletebook的什么呢 点 刚才我们添加了一个3 对不对 大家能不能这么写3 返回true 对吧 它应该返回true 我错了啊 不可应该什么 那小子真帅 是不是发现把这个3这个件给删除掉了啊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咱们这里啊 这里我错了 我我我承认啊 这里应该返回true 或者false 就删除成功与否 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delete 这是一个跟对象有关的关键字 删除什么呢 items的 这个value这一项 对吧 像刚才咱们红楼梦那样 好了 现在咱们这个 set2呢 已经基本完善了 咱们再写个检查的方法 this.getitems等于function 因为咱们要检查咱们的程序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需要获取一下这个值去检查一下 好了 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打开 检查 哇 s等于newset2 对不对 这咱们自己实现的s等于什么呢 首先添加方法 add1 add2 add3 然后呢我们试一下s.getitems 是有12233 这么一个值了 咱们再试一下 再试一点啊 add 小名 小名也进去了 s.getitems 看一下 是什么 小名也有对不对 好了咱们再试一下移除 remove remove什么呢 remove1 试一下 对吧 然后再试试getitems 看看咱们删除成功没有 诶 删除成功了对不对 好了 这个呢是相对用的比较少的一些东西 因为 在js里面它没有那么严谨的一些对象 什么释放内存啊什么的 所以一般呢不会去删除对象的某个属性 但是呢 这也是介绍了这个delete语法怎么去使用 它是用来删除对象里面的某个鉴子对的 ok 删除之后返回一个处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集合的的一些实现对吧 比较简单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点别的东西 比如说 把这几个方法搞定 第一个删除集合 清除集合 就是把集合里面的东西全都清掉对吧 让它变为空集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是获取集合的大小 这里呢有两个方法 待会给大家介绍 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提取集合的全部值 然后呢以宿主的形式返回 ok values方法 这应该这应该不会很难对不对 好了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clear对不对 clear 等于方式 clear干嘛 清空 清空集合 ok那怎么清空呢 那就是很简单的items 等于一个新的对象对吧 就把它清空了 ok下一个size 我们怎么去知道这个集合里面内容的长度呢 嗯怎么去知道 嗯怎么去知道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例子啊 咱们做一个固定点的例子 ys the new set 咱们叫set2对不对 这块也写上吧 s.add 1 s.add 2 s.add 3 咱们去添加123这三个元素对吧 然后嗯 就咱们的例子 然后呢咱们现在获取 假设要获取它的一些 这个集合的长度大小 应该怎么获取 怎么获取 因为它不像对象呢 对象会怎么样 对象有个水平叫less对不对 然后咱们直接读什么什么点less就可以了 但咱们这个对象可不行对吧 啊该说错了咱们 它不是宿主 宿主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读这个宿主点less 对不对 但咱们对象是没有less属性的 对吧 一个方法呢 是咱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变量 哇 less等于0 对不对 然后呢每次添加的时候 添加成功的时候怎么办 less++ 添加成功之后 每加一个less++ 然后呢每删除一个呢 less- 对不对 然后呢你要获取size呢 return less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跟咱们链表里面的非常相似 对不对 然后呢咱们来试一下 s.size 是多少是3 没错吧 对吧咱们再添加一个 add 再来一个小名 然后呢看看它size应该是为4 对吧 应该是为4 这点呢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别的方法可以去实现它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这个less++++ 先写呢就先删掉对吧 先注释掉 那怎么去 或许集合大小呢 其实 其实很简单 就怎么样呢便利 便利 便利这个集合 便利集合 怎么便利呢 集合方法怎么便利 大家应该记得 var i in forin循环对吧 in什么initems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i是什么东西 ok console.log i 看这个i是什么 s.size 啊 反而什么 是123 诶 123啊 但这个说明不了问题 因为咱们键跟指示相等了 但对这个forin循环的事儿啊 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呃我用一个别的例子吧 比如说 像红楼梦的一个例子吧 var 在后面 var book 等于 嗯 等于什么呢 nam 红楼梦 然后用forin循环可以便利它 var i in book 然后我们console.log一下i 看看是什么 这是咱们一个问题的吧 i是什么 好了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 是name name是什么 name是不是book的一个键 然后我们要访问他这个值怎么办 是什么 应该是book.name对不对 但我说了 这时候name是一个 确定的一个键 它不能接受一个变量 对吧 所以咱们应该这样 booki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咱们除了name还有一个price 价格什么呢 呃20块 对不对 ok 所以这时候i是什么 首先是name 然后是price 这样没错吧 因为它便利是什么 是key嘛 是键嘛 给大家再试试一下 key 是不是一个name一个price ok 那如果你想获取里面的值怎么办 对应的值 什么console.log book 的name啊 能这样获取吗 你这样获取是不是永远只能获取啊 name这个属性 那price能获取吗 那不能 所以说咱们要访问的这个值呢 对吧 访问这个value呢 访问这个值 它必须接受一个变量 所以呢 咱们要用咱们该说的方括号语法 对吧 对吧 就是把i放进来 对应的是什么 假设啊 假设现在i是name 这个字不串对吧 更严谨的说 那么book i是什么 它应该是book 什么 呃 name 对不对 是不是相当于什么了 相当于book.name 啊 这点希望大家理解啊 就咱们便利 这个对象的一些方式 咱们看一下 对不对 name 红楼梦price20 对吧 这就没错了 呃 扯远了啊 扯远了 回到刚才咱们的重点上 重点在这儿 咱们要便利这个集合 然后在便利这个集合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计数 cult等于0 每便利一个 咱们这样怎么样 cult加加 最后return cult 是不是搞定了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个function 会便利这个对象里面的每一项 像刚才这个红楼梦 先把这个name给便利了 然后把这个price 这个给便利了 对不对 但是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还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 has on property的问题 对吧 这个问题 就说咱们需要检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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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他自己的属性 而不是他爸的属性 对不对 所以咱们也怎么办 呃 if this.has 啊 呃 或者应该这么说 对吧 这样有点麻烦了 items.has 所以咱们这应该怎么 has on property什么 是否有i这个属性 对不对 或者应该这样 has on property 有没有 i这个属性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有的话呢 咱们再靠他加加 不然呢 就不要你加 对不对 ok 咱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呃 s.size 知道 是三 对不对 这个没错了吧 确实这个方法是好使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代码显得 又有那么一点啰嗦 对不对 因为咱们写了一个for循环在这儿 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我刚才说了 在pt里面给大家看了 有两个方法 对不对 呃另外一个方法 会比较方便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说一下它的局限性 另外放了这样的 return 对吧 大家看到return就知道了 肯定是只有一行的 很好写 object 点 点什么呢 呃 keys items 点less 对吧 哇 这是一个神奇的一个代码 对不对 完全看不懂 那没关系 咱们先看一下效果 行不行 效果是不是也返回的是三 ok 接下来咱们讲一下这行代码是几个意思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啊 当然会扯的有点远 对不对 咱们object 这种类型 对吧 它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property 这个咱们正式课里面讲了 property 啊 错了 prototype 圆形 点哪哪个哪个方法 哪个哪个方法对不对 这种呢 是 会 这种 这这样的 在这在它的 呃 圆形里面的一些方法跟属性 会被继承到子类 但是还有一种不会被继承的 是 它 作为一个函数 同时作为一个对象 那么它会自己拥有 拥有一些属性的方法 懂意思吗 这个当然呢 肯定一时半会听不懂 对吧 因为咱们正式课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 来解释这一点 那大家只要这么理解 object 大写开头的o 肯定是一个构造器 对不对 是一个构造器 那么它肯定 呃 是一个函数 就它本身也是一个函数 是函数呢 它也是对象的一种 那么呢 它也能有自己的属性跟方法 ok 然后呢 它有个比较特别的属性跟方法 它有个特别属性的方法 在property 它呢会继承给每一个它的子类 或者说这么一这么说吧 哇 呃 o 对吧 等于 new object 等于 new object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o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干 一些方法 比如说是has onproperty 哇 太长了 这个property 这咱们刚才用的是不是 检查是否有这个属性的 那这些 这些 自带的一些属性在哪呢 在这个object 它是一个 函数就是构造器 构造器就是函数 对不对 它是一个函数 object 这个这是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这个构造器 它也是可以拥有一些属性的方法的 这些继承出来的方法呢 全部在object.property 里面 啊 prototype 哎呦 我这个脑子哦 对吧 proto proto 啊 type 全部在这里面继承 那么ok 他 他 他应该这么理解啊 应该这么理解 把object 这个构造器 看着一个什么 看着一个对象 他允许有自己的属性的方法 但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属性 应该是property的一个属性 对吧 他会继承给所有用他构造的一些对象里面 被继承到这里 但是啊 他自己也可以拥有一些属性的方法 ok 比如说object object 这又写错了对吧 但是不要在意这点 object 点 kiss 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 呃应该这么理解啊 以下呢是一些尾代码 尾代码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家只要看懂他结构就可以了 ok 他是这样的 object 首先他是一个什么类型 是个function类型 对不对 是一个构造器 是个构造器呢 但构造器又是对象 今天有点绕对吧 那这么理解吧 他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等于一个对象 他也是一个属性 叫 prototype prototype 等于一个属性对不对 他有这个属性 然后呢除了这个属性 他还能够添加别的属性在里面 比如说刚才咱们用的keys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或许说更严谨的时候 他应该这样啊 大家这一段的话 理解最好 不理解没关系 等于function 那么 首先我们挖一个object 等于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即使是这样 他也能够拥有一些别的方法 比如说 propotype type 等于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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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或者说object 点keys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方法呢 首先我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这点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什么呢 咱们就在用mass类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这么用 mass.比如mass.radom mass 大方他们都是大写开头的 就是他们都是一个概念 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函数允许拥有属性的方法 我把这句话记下来 都是函数 函数允许有属性和方法 ok函数允许有属性和方法 那听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 但是呢咱们之前确实这么用过 mass.radom ok 所以说咱们现在用的是 其实是他的 这种东西对吧 他的这种方法 函数的方法 或者准确说叫构造器 构造器的方法 称之为静态方法 好吧 称之为静态方法 好咱们看一下 咱们最常用的静态方法是什么 是这个 是mass mass.radom 这是咱们最常用的静态方法 对不对 返回一个随机字符串 随机数字 那么咱们这里要介绍的是 object.keys 这个静态方法 object.keys 然后他是干嘛用的呢 比如说我们传一个对象 呃 1 1 2 2 然后 返回了什么 这样不够严谨 对不对 咱们这样吧 呃 1的1这个键的值为112的这个键的值为22 然后返回了什么 返回是他的全部的键 发现没 这一点大家需要稍微理解一下 对吧 在这里 返回的是一个数主 但是数主的第一项是什么 对应的是哪 是这儿 他的什么 key 他的键对不对 ok第二项呢 是这儿 返回是什么 也是他的键 就说把他的全部的键提取出来 啊 kiss方法是什么 把他全部的键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对吧 提出 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数主返回 作为一个数主返回 对吧 所以咱们能看到现在是一个1一个2 咱们再来点别的例子 比如说咱们再来个3 是33 是不是把123给返回了 然后我们直接检查 这个数主的长度 是不是相当于知道了 他有多少个键 对不对 就说有多少对 键值对 就那么简单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对吧 咱们把这个先写一下 呃 在这里对吧 在咱们代码这 这个近代方法 传入items 然后呢 返回了一个数主 这一段代码返回了一个数主 返回的数主 就是它全部键的一个 存储了它全部的键 然后呢 直接返回这数主的长度 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个键了 那么对应就有多少个键值对 对吧 那这个问题在哪呢 这是一个 这个近代方法 kiss 是在es6里面提出来的 就是es6才有这个方法 那如果在一些比较老的浏览器里面呢 这段代码很有可能是没办法执行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有了两个选择 一个传统的方法 写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呢 兼容性比较好 一个是咱们es6的方法 比较简便 但是兼容性可能略差一点 但实际上呢 现在大部分绝大部分的浏览器 除了什么i15 i16那些浏览器呢 现在的浏览器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方法了 就大家放心的用 基本问题都不会太大 ok 好 那这个问题呢 size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讲太多对吧 把大家要留点懵 大家只要记住啊 就这一点吧 我觉得还是我讲的太多了 今天就这一点 构造器 对吧 或者说这些东西都是函数 函数允许有属性的方法 然后呢 构造器的这些方法呢 称之为静态方法 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咱们的mass.rhythm 对不对 这是一个啊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咱们需要说清楚的 ok 然后接下来啊 我都忘了下一个要什么了 下一个是values对不对 提取它全部的值 然后能以宿主返回 这个呢 也不会特别难 咱们来写一下 this.values 等于一个function 然后怎么去提取呢 咱们先确定了 咱们要有一个反式items 对不对 就啊 不应该这么写对吧 不应该这么写 我有点傻 values 要怎么 是不是还得便利 没办法吧 for what i 等于 零 怎么能这样便利 what i 等于 items 就是 然后 if items has unproperty i 有这个属性的话怎么办 values 点 push i 然后最后呢 return values 这个应该不难吧 跟刚才一个概念 对吧 这个代表就不讲解 就是便利 然后呢 如果有这个属性的话 就把它加到这个values一个数字里面来 然后把数字给返回 ok 咱们试一下 现在咱们里面有什么 咱们现在这个集合里面有什么 有123对不对 ok咱们看一下s点 values 返回了123这个数字 对吧 但我发现啊 这个类型是不是有点不对啊 对吧 应该是这样 push items 对吧 因为它返回的键肯定是自不穿类型的 values 123 对吧 这是我小小的失误 好了 集合一些主要的操作方法就是那么多了 这段可能是因为我有些感冒了 所以呢 抱歉 讲的不是特别清楚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群里大胆放心的问就可以了 这次确实我有点抱歉 我录的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希望呢 大家能够了解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 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是对象的一个便利的一个方式 对吧 便利的方式是什么 是这个for-in循环 然后第二点呢 是这个items value 这种方括号语法的访问的一个作用 第三点呢 是这个静态方法的一些说明 ok 这些东西呢是大家需要学会比较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 宿主 然后呢这个集合的操作呢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三个操作 添加删除 然后其他呢都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操作 这期待会是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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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